那吃法的時間還是有一定的要去2秒準備他的狙殺喔 是 好 現在是 嗯 埃里克繼續玩超人 現在是man角流是不是 大家就拿自己的man角出來 就是想用什麼就用什麼 是 我說閃電狼這邊啦 輸到敵方兩個刺客都能夠針對你的情況下 你自己帶有制裁 沒有帶瞬移 防命技只有一個大招脫險 現在怎麼辦呢 就是傷害 防禦就是物防有加成 對 但實際上呢 這個遊戲大部分的傷害來源 尤其是對照TXO 它是來自中路法商啊 對 是卡莉 而且它的位移控制機 就只有一個人 對 不會多 就一個 沒有LE 對 它就是一個人 這邊要入野囉 是三人的入野 但是這個智慧研磨被拉了出來 兩個制裁能夠吃掉嗎 第二個 哇 沒有吃掉 哇 海牛這個砍掉 哇 這一波 這個入野算是蠻虧的 兩個制裁都被交掉了 那這樣子的話 TXO 會不會嘗試入野行動呢 是 兩個制裁都交掉了 還是回血起來 還被海牛用走 對 那時間點抓得有點 稍晚了一點 這邊 果然是TXO入野 這個節奏整個大亂了 對 這個 對於閃電來講 這一場 難受囉 很不妙喔 這邊納克羅斯 還是 還是拿到了這個藍buff 對 一個 阿亮的飛淚在前面真的是 打三個 他飛淚玩得很好 真的很好 他飛淚 就是 就不得 就是 一定等於說他飛淚真的玩得很好就對了 對 不得不給他稱讚的那一種 是 而且海牛在邊信也開砍了 對 他的馬洛斯是不用講了嘛 是 所以我就不懂這個選角到底是什麼 就是如果你要針對 對 那你就 就把敵方的 一直讓他們玩一些可能 沒那麼優勢的角色 是 對 然後把我們 就是把這幾隊伍的優勢的 放到比較高的點去 是 可是實際上這一場看起來 也沒有啊 就一些角色放在不對的位置上 然後 敵方也拿到一個 就是他們最厲害的角色 對 他們最喜歡的角色 是 這邊的話 其實在 閃亮這邊 很不利喔 在藍buff區域 是 被TXO三buff開之外 小野也是被掃當一空了 開局的這種暴是最可怕的 哇 奇奇的位置很危險 但是 他那是足以讓他逃開 是 再看一下龍戰齁 而且 對於現在這樣子開局已經不利喔 輸更難打 對 應該是不會去想要搶這個龍吧 又來嗎 真的又來嗎 三招都中 不是 我的意思 這個現在藍局 還要再來一次 這個G殺沒有中 把Genge頂了出來 現在後方 輸的傷害量夠的 這邊 塔利已經開啟大招 好 噴射到了 西西 西西手殺 陷落出去 奇奇也守護出自己的藍buff 這一個路也 前期其實已經列世了 而且剛剛蘇是沒有上到四等的 可是剛剛這個很奇怪 就是 偉恩先跑了喔 可是西西跟 那個誰 Erik還在 欸 西西嗎還是 還是Rey我忘了 奇奇跟Rey 奇奇跟Rey還在裡面 但他就先走 因為他完全沒有保命技嘛 所以他也怕 就先跑掉了 那 對 這邊的話 阿亮再一次的想要1打3 哇 這個 奇奇進場 直接是讓 阿亮收到了 人頭 這邊的話 西西反殺了一個阿亮 往前再拿到一個 納克羅斯的人頭 Double kill 拿到手 而且呢 現在的藍 是有藍buff的喔 這個 Hansel的位置 Hansel被拋回來了 Hansel被三個人包夾了 應該是走不掉了 對 早下了 哇 這一波是 TX都想要入侵 結果太深了喔 欸 這個 應收 來到大殺特殺 這一波 西西直接起飛 拿到三個人頭 這個波 還牛來支援了 但是維持1萬喔 要守一下 自己的中塔 這一波就是一團 一個 一個名啊 神秘了 對 這邊的話 阿亮一個人 能夠守護住這個魔龍嗎 沒有辦法 讓韋恩的書拿到了 讓水流動起來 好像瞬間又兇回來了喔 一個入野失敗就爆掉了 一個入野失敗 哇 經濟又被反抄回去了 對 哇 前期的開局其實是很漂亮的 這一場啊 真的是一個入野失敗 是 太過躁進了 在這時候 藍buff在TXO這邊是重生了 Rain的位置很深 還要再來嗎 只有一個人 沒有隊友跟上 可能現在在亂是不是 對 在亂 剩下邊奇奇 喔 直接大地球了 關起來了 把你的藍buff直接關起來 不讓你吃 然後打一打 欸 直接G掉了 喔 G掉了 哇 相當的漂亮 這邊反而是 在TX這邊野區被亂得不要不要的喔 哇 這個 現在好像 還是這個套路的來源是這樣子的 就是 我隊友去亂 然後用狙殺搶吧 對 然後 反正我就是在後面 對 這邊 下半部的Heroes 被兩個人爆打 奇奇已經沒有藍量了 Heroes的血量回了起來 暫時一個邪文 回了起來的血量傷害也很高 再次的把Heroes給擊殺掉 但是阿亮的血量也很不優 這邊開啟大招的是CC 最後是有成功收走阿亮的人頭 頂回來的是Genge 也是讓CC給拿到人頭了 是 我還是覺得這場 看起來就是 是 這邊的話 聯魔陣跳起來 是為了逃命用的 有點迷啊 對打的有點偏亂喔 其實在 開..不管是開局還是 二次入野三次入野 其實雙方我覺得都 有一些明顯的失誤在喔 呃 如果以像納克羅斯打卡莉喔 是 有一個問題就在於說 你沒有辦法把藍包子讓給他 因為納克羅斯非常需要 磨磨嘛 對 那 要用手好像又不太行 因為納克羅斯算是比較 他 手塔是很弱的 是 他比較像是開戰型的角色 那會不會因為這樣子跟 跟納克比較難搭呢卡莉 對他的瞬間傷害量其實 滿難跟納克羅斯配合的喔 沒有什麼他就 技能用完就沒有傷害啦 對啊 你大招開完之後 你剩黑水 可是黑水放起來其實是 相對 哇 無人能擋了 最後一個藍的普攻是追到了海牛身上 對 剛剛 在野區的那個 這樣吸氣收到一個雙殺還三殺 是 那隔壁那波好像真的影響就大了 隔起飛了 這邊的話直接把 上半部凱撒路的塔 帶到二塔來了 維恩蘇的點塔速度好快喔 但是 Hansel在中間也是被 找到機會 讓Eric拿到人頭 他超人真的玩得很好 是 不知道為什麼我現在看到 想到超人就會想到他 不好意思 我是我個人 就是會怕就是 對 Heroes在下半部 也是把外塔給拿到囉 哇 這邊CC的人頭數513喔 全場最高的經濟量 太可怕了 他整個肥起來了 對 在那一波 TXO入野失敗之後 這個藍整個起飛起來了 剛剛那個G到了 他其實就死掉了 對 中路外塔陷落了 現在就變成說 我覺得現在其實應該 現在的模式應該 打快就是把 裡面拉回來齁 是 讓這個 這邊要打嗎 Gang被 流到了 狙殺是打在Gang身上 傷害量不太夠 這邊的話 是CC交出了瞬移 包起來的是阿亮 但是 一起來之後 直接彈回來 彈到了閃電郎 五人的腳下 這邊 前方的阿亮倒下了 對 Eric直接在前方是 一個人推死掉了Gang 哇 海牛想要守這一個防律塔 聯合陣跳得出來 這個防律塔 還是得倒 直接硬點 對 不留前面 而且蘇其實也不太需要藍量 所以他可以大可把 那個 藍buff直接讓給 CC 是 就好像從那一波入野之後 再被控到藍 就 很麻煩 是 現在應該要打快 我覺得應該要打回4E啦 讓Hansel可以有一個 比較好的輸出空間 跟一個發育 是 圍繞著Hansel去打 就是 輸出空間 然後讓他可以 呃 再 把戰局往回 拖 然後讓奇奇一直去分帶 是 可是現在奇奇這樣的力量 好像 去分帶好像遇到人也是很危險 哇 這邊吸氣的走位很危險喔 直接開出了自己的大招 大地球要關在自己的腳下 是為了要保住CC的 這個 進場空間 經濟差有點多喔 這個 納克要去分帶 應該超人就會弄死他了 真的 哇 剛剛奇奇有打到超人兩下 其實傷害量根本 是 對不痛不癢喔 反而是超人的 一技能 敲在納克魯身上 好痛喔 直接掉三分之一血 哇 這個藍的傷害也起來了 糟糕 阿亮被頂了出來 用大招往前 瞬移往後 最後是讓 瑋恩的脫險 傷害量帶走 這個 你們我在想喔 這樣的一個打法 是 就是 那個路野如果沒有的話 會長怎樣 就是穩穩的去打嗎 就是 至少不會損失這麼多 應該是說 應該是說 當今天 這個 那個 剛剛那個路野就是 大概已經到一個局面的時候 就好像是不是就不要緊 還是都拉掉 但是真的 藍一進來 好像世界完全回去 對 哇 9分鐘的時間點 閃電狼掌握住了凱撒 希希 入侵到了敵方的藍buff 但是被拉的出來喔 今天的buff特別不乖 一直跑出來 對 今天野怪一直跑出來 怎麼拉怎麼回去 對 因為 理論上這一個陣容 其實要對蘇 會造成很大的威脅 是 可是因為前期好像 瞬間那一波爆掉之後 就 就好像也沒有 辦法去對他產生什麼壓力 對 因為傷量不夠 我們看到琪琪跟納克羅斯 他現在經濟量4.6k 只出到破陣 全能都還沒有出來 反而是他要進場的話 會被蘇點到非常的 慘喔 對 要跳蘇 現在又有伯頓跟那個卡在前面 藍啊 超人卡在前面 是 哇 邊線的Heroes 諾可希 已經飛到出隻了 7.8k的經濟量 對 沒有人打得動他了 超人也7.5 2k也7.5 是 8.3 藍也7.2 7.4 經濟差距已經超過了10k 在閃電郎這邊 蘇在後方 只要安全的鞠著就可以了 往前做點塔 卡莉開啟了 大招 想要清理這一波兵線 哇 這邊 奇奇的血量直接掉下來 最後一個 藍的傷害量很高 但是還是不足以帶走 奇奇 這邊 天空巨龍召喚在凱撒半邊 想要來點這個塔 沒有辦法守住 下半部也開 開始了會戰 這個狙擊殺 沒有成功的把阿亮給收走 反而是納克羅斯進場 能夠收到維爾嗎 成功的擊殺掉 但自己能夠走掉嗎 最後 哇 超人2技能 成功拿走了人頭 奇奇在上半部 應該是被shutdown掉了 是讓Hansel拿到人頭 但是上中的高地塔都已經掉落 海牛最後的幸運 能夠活下來嗎 沒有辦法 這個時間點 TXO只剩下阿亮的飛淚了 對 這已經算 這個閃電郎已經有一點 躁進失誤了 對 就是都被 都被擠殺掉了 這一波應該是沒有辦法Endgame的啦 對 應該是沒辦法 還會暫停還會再往後 是 經濟真的差很多了喔 Eric打在阿亮身上好痛喔 反而是 阿亮的傷害 真的不太高 經濟的落差啦 對 7.1k 都是出放裝 剛剛那個shutdown 其實是有影響 不過 多可惜已經10k了 對 剩下最後一座的高地塔 在TXO這邊要怎麼防守呢 我歪掉了 這個有 有噴準的話 這個 紅霸佛又拿走了 有機會 有機會拿走 是 剛剛其實有抓到一次這個韋恩喔 第三台前面 靈魂脈衝開了起來 因為知道對方在吃生日魔龍克爾德 琪琪開啟了大招之後 免疫掉了大部分的傷害 但是聯盟車跳了下來 跳的位置非常的好 呃 琪琪進場想要收這個後方的後排 超人往回推 這個推真的太關鍵了 直接把Hansel給推死了 直接把Hansel給推死了 這一波會戰 閃電狼的成員都還有滿血 但是阿亮是收走了 CC的人頭 還在轉這個傷害 維恩在後方不斷地點普攻 能夠轉起這個被動嗎 沒有辦法 最後 還是倒下了 這是一波S 在前方的Eric 居然是 先收掉了 Hansel 再收掉琪琪 這個超人 怎麼回事 是 他就是一直去抓 針對後排去推 對 哇恭喜閃電狼 以3比1的成績成功的在第一場的GCS春季職業聯賽 拿到首勝